最棒的記憶保存方式就是動態影響 所以我想要來做一個系列 期待解封後的旅行 提升影片質感的霧大撇步 HELLO 大家好 我是無影響的WEST 你們是怎麼保存記憶的呢? 是一步步的影片嗎? 照片? 還是拍了很多 但都存在手機裡的一個一個片傳影片 雖然我是職業錄影師 這麼說好像有點不公正 但我還是要說 最棒的記憶保存方式就是動態影響 因為它會動 有聲音 嗯 這不是廢話嗎? 對 有聲音的東西很妙喔 它很容易喚起記憶的連結 看著看著回憶就浮現了 這是真的喔 我們家的小朋友啊 對每一次旅行的記憶點 都來自於泰國的影片 這個系列我會有四部影片 我會從提升拍攝技巧 剪接邏輯兩個部分下去探討 提升錄影拍攝技巧的五大撇步 剪接邏輯一 了解以及善用手中的器材 有些人出去玩 背了很重很重的器材 就把它夾當地翻出去 大靠啦 兩台相機啊 然後背包 一個背包將近十幾公斤的重量 我是不會這樣子做啦 我比較喜歡輕便的旅行 所以通常我的包包裡面都會只有一台 Agent Camera以及相機 那你看相機的鏡頭 我甚至選擇比較輕便的Key的鏡 我覺得旅行比較帶給我太大的樣子 不過呢 你拿出去的器材越好 相對的你帶回來的素材一定更棒 所以看你要怎麼選擇 我會建議相機的參數最少1080P 然後60幀 60幀 顧迷思逸就是可以放慢兩倍馬公尊 這樣子我們在剪接的時候 空間才會比較大 這款相機 他的好處是超穩 Key的認真 就算你是一個手會發抖的人 你即使拿來運鏡 它還是可以非常的穩 一樣有超級慢動作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影片 我是沒有帶空拍機的 不過我那時候就想 好 那我就把我的Asian Camera 把它調成超級慢動作 240個 然後我就往上一丟 然後它就從天上掉下來 當然前提是你要接得準 掉下來之後 它就會造成一個很像微空拍 然後再加上Asian Camera它有防水 所以直接拿起來拍攝雪景啊 丟到水裡面啊 它是都可以正常的拍攝 配寶2 不要用正常的視角去構圖 不要用正常的視角 阿不然要用什麼視角 很玄齁 其實我都會跟我的攝影師說 不論我們今天拍攝婚禮 或是商業案 甚至是這種旅拍 我們真的不要用太正常的視角 為什麼啊 因為我眼睛看到已經是這樣子了 然後你又一直用這樣子的視角去拍給觀眾去看 好 哇 就那個 那個裡面有加興奮機耶 我來吃一塊 我來吃一塊 等一下那個蝦也要來吃一東西 我來吃 我來吃 差一點 差一點 差一個蝦子 做一個蝦子 大力一點 你覺得他們會帶來很有經驗感嗎 說真的不會 那什麼叫做非正常的視角 例如帶有前景的鏡頭 浮角 仰角 或是特寫 這些都叫做非正常的視角 只要在我們的影片裡面加入這一些畫面 它會讓你的影片的程式會更不一樣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烏牌烤肉 我用了幾個畫面 來看一下烏牌烤肉 PayPal3 硕石攝影 我很喜歡硕石攝影 無論是固定的硕石攝影 像拍攝日出啦 雲朵 甚至吃飯 我吃飯的時候我都會把硕石攝影夾著 手機裡面本身就有了 它是一個最基本的工具 然後再上Asian Camera 相機等等的 它都可以做得到 之所以又喜歡 在我的包包裡面一定會放一台Asian Camera 主要是因為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叫做移動鎖石 所謂移動鎖石就是我在移動的時候 它同時也在鎖石 這樣可以造成事件的壓縮之外 你的所有的物體都還會有流動性 所以在你的影片 記得加入一些鎖石攝影 都會為你的影片帶來經驗感 PayPal4 拍了就對了 不要怕麻煩 有的時候啊 我們出去玩 然後都會覺得 喔 很累耶 大包小包的 提東西 顧小孩 然後顧老人家 然後我還要再拍攝 我好累喔 算我不要拍這個不要拍了 不過你不拍 你就沒有素材 你沒有素材 你自然就沒有辦法剪接啊 我還是覺得 既然我們要做了 就把它做好 曾經有一次我跟老婆家人去旅行 不過那一陣子 因為工作非常的多 我很不想拿相機 所以我就跟我老婆說 這次的旅行我不想錄影 我想很輕鬆 然後回到家的時候 還覺得蠻空虛的 因為沒有帶任何素材回來 也沒有辦法做任何的剪接 甚至沒有辦法產出任何的影片 大家覺得很可惜 雖然有照片啊 不過因為 畢竟照片你不會動嘛 沒有聲音嘛 沒有辦法記錄當下的氛圍 以及氣氛 拍了就對了 不要怕麻煩 裴寶 要記得對鏡頭說說話 很多人就 手機拿起來 然後拍一些 美景啊 拍一些風景啊 當然很OK 因為你記錄了 厭力的當下 每次出去旅行啊 我很喜歡把相機拿起來 對著小朋友 對著家人 那甚至 旅程規劃的那一個人 因為他對這個點一定會最了解 那請他說說話 坐飛機 去哪裡 去坐飛機 坐飛機 坐飛機去哪裡 今天是早上的 10點20 我們還在美山 因為我們今天住 後面 後面 哪裡有來過家嗎 我們要去第一間飯店 把這些聲音多多收集 把當下的氛圍 把當下想說的話 都把它拍下來 這才是影響的意義 以上就是我想分享的 旅拍中 提升錄影技巧的五大Petball 我們之後還會有好幾部的影片 那大家盡情期待 我是無影響的Wester 我們下次見 掰 好麻煩 過來 過來 咱咱咱咱 謝謝 買餐 買餐